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7号晚上公开了中国香港保钓船和保钓人士 本月15号登上钓鱼岛时的部分视频 视频是由日本海上保安厅在负责监视中国保钓船的巡逻船及直升飞机上拍摄的 所公布的视频并不完整 据报道录像总长为大约7个小时 编辑后缩减为大约30分钟 报道称日本海上保安厅原本计划只公开两张照片 但由于在野党和执政党纷纷要求公开信息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滕村修27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 当天晚些时候会公开视频 再有14人的香港保钓船起封2号 8月12号从香港出发前往钓鱼岛 15号下午4点20分左右 起封2号突破日本保安厅船只的多方面包围 成功抵达钓鱼岛 船上7人涉海成功登岛宣示主权 其后船上全部14人被日方非法抓扣 经中国政府多次严正交涉和多方努力 日本方面17号无条件放缓了在钓鱼岛机器附近海域 非法抓扣的全部14名中方人员及船只 们将出发导来自言